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队都撲上来的 当然机缘巧合圆栏末段有点迫劫 走红烈焰早段省国能可以摄到埋栏 机缘巧合摄不到全程三四碟 最后波件事就选择在埋栏那里追少少 但是你会不会不太满意去发挥呢 机哥 有时很难说的 这些弱势马房加起来 当时骑士都是好像跑马不是说很特别 很勇气的有时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有趣 好像斯文一样 所以这次就不同了 情况 所以这次就转了莫雷拉 其实莫雷拉看回神操记录表 8月中开始 当儿子一样跳的 开始Kitty说 跳了七货 还要做货大闸 看回他12号 莫雷拉都亲自跟他做最后试跑 做了这么多 去到埋门都很轻松 可以说 马走上来 中速完成 很多洗力 你觉得他是不是 一路扑在那里 马很稳定的走上来 OK的 做了这么多东西 这只希望不是那只珍珠凤凰的流放 我们先健康没有问题 是吧 这些马很希望快快快快就赢 你知道 转了来 排位都排得好 看来的形势 加起来到其他对手 应该有一块马 它就很好跑 雷神跑的马应该不會争得非常之厉害 还有你刚才看到那只爪黄列艳 你知道这些马等如爪黄军天 先這樣儲存 還等什麼東西 九歲這隻更加 路程是對的 這隻馬雖然說過往健康有個問題 但是現在年紀大了之後 好像一到目標所在 牠是經常都在 所以你剛才看到那場馬 都跑得很好的 我覺得 看看這隻馬 試掌有做事 中間紫色衫那隻就是爪王烈焰 前面同樂日 剛剛都跑到第二 放頭那隻 其實這組集 你看看國能又是都站高半身的 最出那隻粉藍衫 精算齊同贏了 你見他都在馬嵐中間 在騙牠兩步 這隻老馬都有點反應 你看他都只是 很輕鬆可以說 散上馬裙 偷偷埋 很輕鬆走勢完全都沒有落 可以說 OK的了 老馬這樣就已經收貨了 不要看他火噴噴 什麼老馬有火 非同小可那些騙人的 而且貴初這輪的老馬的成績都不錯 還有看這隻爪王烈焰 詩然科大閘其實霍利時功夫都沒有放緩到的 9月11號就國能親自跟他做了一課拍跳 拍一隻正本紅心 爪王烈焰就近藍那隻 那有馬拍著就不要 死固固才行的 那些馬 如果這樣就不行的 這些又不是叫火 根本就是這隻馬 馬老都心未老 最重要 就像我那樣 人老心未老 這最重要 這馬最怕是鬥心 總之你覺得他鬥下去 還可以給你的 那些馬就還有用的 可以說 所以這隻馬應該都是這場的 前面的馬 我覺得是草草賣 當然還有那些馬都是比較新的狀態 也不錯的 就是那隻明德之聲 我們有一段訪問 看看傅全怎樣看 在松化 他戴眼袖 事襲都很堅強 因為怎樣都是 季初第一場 我不想說他太拼命 頭斷 變成除了眼袖 這馬曾經都叫做在五班入過位 而暑假就安排了回去重化 有沒有一些好專業的象 他其實回來是好些的 你看到他的肌肉是固定了 其實上一季我也有些 有些稀有厚望 因為他怎樣都是低分 還有他很多時候都是後面上來 那個勢都很好 不過他經常都是好像有些害怕 還有他上到那一刻 好像不太再去衝 所以今年就過去重化 看看會不會有些改變 我見他的貨雜 好像有一點留不住 有一點長口 所以我這次就不如除了眼包給他 因為我不想他太堅強 如果頭斷走了 我回來一定會散掉 抽到一個一檔 會不會都想著留在後衝一段 先出閘 然後就看看他在甚麼位置 因為如果你一檔 你沒有留到最後 如果是可以跟得到 輕鬆的可以跟得到 四五位都可以的 怎麼說都好 跑馬底1650 有個一檔還要找遮擋來跑馬 就是撿到了 就是起碼都撿到了 起碼要撿到 應該跑在海邊就不能跑 起碼霸到好位置 你又要急 你要找遮擋 又不減縮那麼厚 差不多一檔就能幫到他 這場馬 或者馬悲不悲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的馬 上季來了這個馬房之後 我覺得他的馬撞過以前很多 很急 看看上季怎麼跑 上次是潘頓來的 早段其實就不太幸運 排了外檔 但是潘頓厲害 撿得好 基哥 潘頓都出盡的 中間又試過 擺前一點又試過 縮埋又試過 甚麼都出齊的 馬質素就認真麻麻的 不過還是健康正常 有好狀態的馬 也都揹到這麼輕膀 潘頓當然不能鬥 你知道現在輕磅最威的騎士 當然是田泰安 你不請他請誰 這麼旺 可以說 所以我們看他的閘 馬也是有點急 你會覺得 在松化市的穿馬會彩衣 就是富裂馬斯 盧伯騎士 同組還有那隻就是堅尼地 這次也同場的了 堅尼地就先放在前面 他一路回來 這貨集堅尼地出閘順利 然後又踩一踩他 差到一路都不是再走的了 那這個明德之聲 他就一直按著按著 他都沒有 就是OK 其實他都可以按著 當然再修煉一點就更好 因為他沒有馬蓋他 有馬蓋就不同了 他一路沿路望空 就寧寫覺得 比較有些小小搶口的 所以這次一檔用到田泰鞍 我想騎士上面 我想部署過 因為除了輕綁田泰鞍之外 看回麒煉合作 上季到現在在谷草合作 不是很多 三次 太陽威威 精神威是贏的 幸運傳奇第三 成功率都不錯 看看這次麒煉了 會不會有些火花 再選下去 東方雷 蝕恩 我真的沒什麼緣分 基哥交給你 這隻馬 東方雷的外形是很吸引的 可以說真的 神粗 有些馬 神粗是零射 所謂現在流行的 吸引眼球 眼球這樣說 你經常買到書 變成吸引豬頭 沒辦法 這隻東方雷就是吸引豬頭 很多人因為他漂亮 所以結果他很失望 但是去到上季尾 就真的吸引眼球 有些吸引眼球 就放在前面放 周俊諾 外面那隻掃鳥起也是同場 但是這次周俊諾就跑掃鳥起了 前面都放得不慢的 你見早段 給標準時間放 排在大外當搶過來 那就要走 回來還要有些想閃出來 轉了轉手邊打下去 雖然不是說再有什麼加速力 但是他都不斷了 現在就是希望這隻馬 因為根本他做了很多東西 他做了很多功夫 雜都試了兩個 這隻馬神操試雜 都是很吸引的 不過由於這麼吸引 就不要放出來 免得引你 希望這隻馬這次會接近 這一場我們選了 3號的機緣巧合行頭 然後拖7號的爪王烈焰 12號明德之星 和5號的東方雷 3拖7、12、5 連贏位置Q共六柱 今天請來這位朋友仔 我留意到在季前的節目宣傳片 有些網民留言說 咦 終於見到你了 似乎網民都很期待這位朋友仔上來 今天請到哪位朋友仔呢 歡迎你 波仔 Hello Alex Hello 大家好 大家可能在網上的節目 一些直播 又或者報章專欄 看波仔講話 機會比較多 今天很開心 我已在電視機面前 跟大家一起討論馬仔 難得再次請到你上來 因為之前的宣傳片 大家都看到你有份拍的 請到你上來 當然要講心水 講什麼心水 當然是二重彩 明天有什麼二重彩的精選 我就選了第六場 四班千元元拆掉的賽事 馬彈方面 我就選了二號馬的雪戰神區 這把馬在大前昌 即是上季總場次618的時間 它在直路曾經瘦了 但是最後一百米網空 用一個全場沒斷最快 追過一些三百千二米谷草的實力指標 例如發財堡 勝利風範 以及閃耀榮光 所以那場就表現了相當之好 直至上一場跑田草千世米的賽事 其實它起步相當快 但是隨即拖後 遇到一個前後都偏快較為難追的步速 其實它都變得相當不順 現在在大我當追上來的就是雪戰神區 調查它最後八百米的斷速 其實都不讓前面14米的專家爆數差 只是慢了0.0秒而已 所以雖然跑第十 但我覺得它一點就變得不順 還有留意到波建市 就是那場騎士 最後的姿態都有點不懷以慎 所以這次就落班角族了 你又拿它做膽 至於配腳方面你選了什麼呢 配腳方面我先選了七號碼的晉神 其實明天第六場都應該有些補足 這批的晉神在外地曾經營了14米 假若真的有快捕捉 它的氣量方面就會有優勢 除此之外 這個晉神有些昂首樂透的習慣 但最近在市集方面 甚至有神操 看到班頓和這批馬士 走勢都相當順滑 還有一樣值得要留意 最近港幅的泥閘 以及外地的賽職 都曾經在下雨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表現 所以明天下雨的時間 可能會幫到這批馬 還有今次就要套上眼罩的配備變動 至於另一批配腳 你又選了什麼呢 另一批配腳 我就選了老王中 十一號七歲馬的翡翠劇員 雖然這批馬上季沒有什麼表現 但變相減分比較多 現在去到一個歷史的升低45分 這隻馬就是菊草千二米起家 都相當色途老馬 而最近一貨試集 雖然起步慢了一點點 但其實我覺得左右有些馬 能逼夾到他的 最後衝上來的餘石也相當好 什麼老馬相信都要趁在貴初拆組 對手比較弱一點的情況之下 去爭取一些成績 加上這批都是後上馬之一 所以我也要兼顧他 還有今次撿到一個一檔好跑 雷神輸完責 不跑不要緊 還有一個Winson幫他手 兩隻都是後上馬配腳 連一個膽都是 今場聽你說有些步速 你覺得哪些馬會放頭 除了富慢加勝利在手 9號的太空戰士 又或者8號的軒圓油軒 這些都是曾經在鎮上 或者試著見過速度的 這幾隻馬一起同場 有機會在前面扯快了步速 即是今場措施 大家波仔除了提供了二重彩的精算之外 幫大家分析了步速形勢 大家不妨動動腦筋 但是波仔 明天你有沒有半冷精算可以分享一下呢 有的 剛才說的第六場可能是一個偏快的步速場合 另一場的半冷心水 我就選了第二場 這場的步速可能會慢一點 我就選了那批四號的淺草飛 這一場 為什麼選它呢 因為很多的實力馬 都是屬於中似後上營的馬筆 這些淺草飛曾經在試襲 見過一些速度 而在外地 它都曾經可以守好位之下贏馬 最近那貨黎澤 出來了 踢回在二、三位 直路再騎下去是有反應的 因為今季有些進步 再看同庫馬 它在香港有牛精大哥 超額應購 都可以應付到谷草 所以這一匹馬 我相信急關擲場 難得也好 還有一件事 丁冠勞馬房 谷草成績好 上季都是前列的 蓮馬斯拉谷草贏馬 當中1200米的成績 也都非常飆柄 你說如果去到第二場 會不會有些馬 跟它一起走 你覺得會擺在前面呢 波仔 可能還有一隻 就是七號馬的正本寬心 但這隻馬 僵口比較急 如果前租飛可以守到它的後面 正本寬心一散 它可能率先得位 在講前租飛 處於黃金包上位 希望梁家俊出閘後 就霸到一個好位 就交出好成績 總結波仔明天的心意 二重彩精選 第六場 二號 雪戰神區做膽 拖七號 上季未近過的進神 還有十一號 今次一檔 平分身低的翡翠劇院 複式馬膽 二膽拖七十一 四柱搞定 至於半冷精選 他選了第二場 四號 丁冠浩旗下的淺草飛 這對騎煉組合 上個禮拜就憑銀河飛馬 贏了馬 看看明天這類人馬 可否憑這隻淺草飛 再次贏馬 今天我覺得 考了幾場賽事 波仔 你的成績又如何呢 so far so good 都有些頭馬交出 希望明天的谷草賽事 都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希望能夠像呂建威 和方家柏一樣 延續個盛藍 一路搏著條籃 大家明天都參考波仔的心水 今天多謝波仔你的分享 多謝 多謝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見面